聊天聊地聊生活 金融市场博一博 大家好 我是大红龙虾 朋友们也都叫我红龙 和大家一起聊聊生活 聊聊投资理财 一起盘盘道 今天主要希望 帮大家加强一下 对美国现在政治和经济大环境的了解 也从而更好地认清 现在的趋势和投资的一个潮流 因为我觉得选好了大的方向 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就跟马上要加入豪门的感觉一样 被窝里偷着乐 纯属个人观点 不能作为投资的建议 熬印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好 那我们今天就主要聊大概四个话题 一个是我们先聊大环境下 美国的资本市场的一个机遇 就是投什么 然后我们再说说美元 就是美元以后怎么走 大家都挺关心的 我得分享一下看法 然后我们再谈一谈 拜登当任总统后的 对政策的一些影响 然后最后我们简单谈一下 疫情对美国经济和生活的一些变化 来我们先谈一下 这个资本市场的机遇 就是投什么 我觉得特别好 其实这里边就一句话 就是follow the Fed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紧跟美联储 就是投资之前 我们先得认清 市场里边谁是真正的爸爸 那这个爸爸呢 就是美联储 只要利率政策 它保持宽松一天 这个美国人资产 比如股票 债券就会得到强大的 这个美联储的支持 身边的情况 就是股市回调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些呢 就是有这种大机构啊 一些散户啊 过来进来抄底 但是呢 大家要注意啊 如果这个美联储转变姿态 然后这个升息的预期提高了 这样企业的借贷成本呢 也会提高 可能会导致这个股票啊 重新定价 就类似于引发那种 2013年的那种市场 对升息的一个恐惧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联储啊 这爸爸已经为市场买单了 7.4万亿的这个资产啊 这个体量在过去的10年中 翻了近10倍 我们看一下这个 是从2007年的8700亿美元 到现在的7.4万亿啊 是一个巨量级的一个升值 这个全球央行呢 也跟着一起大放水 这个放水呢 就恰好支撑了这个资本市场啊 推的这个资产价格往上涨 主要这个美国这企业吧 对这个债务和债务这个资本市场 有特别的依赖 然后在美联储这种货币政策的引导下啊 通过这个降低利率啊 降低企业的负担啊 然后让企业呢 能增加他们的贷款 然后加杠杆进行这个投资啊 收购啊 扩张 然后通过这个杠杆效应呢 然后推高的收益 你收益高了 你给这个雇员的这个分红 或者这个奖金吧 也就多了 雇员的这个挣的钱多了 消费也就多了 消费多了呢 它这个经济也好了 也推高了这个对股市的一个热情 然后这个更多的这种可支配的这个收入啊 就会流到这个消费过程中 就带动了需求 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这就是他们这么一个一个思路 但是呢 每次这个央妈央爸减少这个市场购买量的时候 都会有一定的市场的相应的下跌 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 央妈一给钱市场就嘚瑟了 然后一勒紧裤腰带就相当于给市场一大嘴巴了 然后市场在这儿暴酷 然后就下跌 然后这个还解释一下 为什么股市能一直这么猛的增长 这个主要由于这个超低的基准利率啊 不得不迫使一些投资人追求自己风险能力之外的一些高收益的资产 比如说这种养老金的这个资产 他们比如说啊 至少需要年化7%的一个收益 才能在未来根据他们这个合约 比如养老啊 保险产品这些合约呢 偿付给他们的投资人 但是这种低利率的环境 就是他们不得不追求高收益 那所以比如说原来玩货币基金的这些企业投资人 都去投了投自己的债券 就是公司债 投公司债的呢 都去投了还有就是这种垃圾债 然后投债市的人呢 又被逼的去投了股市 然后这个股市的玩家呢 为了追求更刺激的东西 他们做什么 做了比特币 所以一切一切一切的这个根源 就是源于这个低利率的一个支持 然后我们总结一下 那就是说跟紧美联储的步伐 只要央行保证这个政策宽松 它就可以支撑这个资产的价格 我们就可以安心的 大概的有时候知道什么时候抄底 下跌的比如到5%10%的时候 就可以抄底 如果其他情况不变的话 但是呢 这个宽松的政策啊 也是有一定的副作用的 这里边就给大家介绍一个词 叫debacement 什么叫debacement呢 这个debacement指的是 针对国内的货物而言 货币的价值被冲息 就是说钱毛了 它并不是说啊 针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 然后有一个外汇的贬值 那叫devaluation 对吧 简而言之呢 就是银行通过不断的印钱制造这个通货膨胀 增加你货币的这个流动量 从而减少它自己的这个负贷压力啊 对不对 你比如说你原来欠100块钱 每个月还一块 现在印了两倍的钱了 你现在还是每个月还一块 对吧 那你是不是 你就可以压力少了很多 这个有一个故事啊 就是原来罗马所制造的一个银币 含量是大概有90%以上的银含量 但是这个通过这个罗马帝国的过度化销啊 军队支出啊 然后导致这个国家负债累累 那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怎么办呢 就是减少货币中银的含量 然后这间接增加了这个货币的流通量 从而呢更方便偿还以货币数量 它计价的一个一个债务 那到最后罗马的货币的银含量啊 到不足8%之多 这也就引出了我们后边要说的 一个投资的热点的一个主题啊 在大环境下 我们宏观投资的主题 第一是reflection 就是说政策刺激 引起资产价格的继续升高和一个通胀 第二呢就是debacement 刚才我们说到了 高财政支出 双赤字 然后高货币供给 高负债 造成的这个货币的价值下降 那在这种环境下 我们就是说个人观点 投资什么更合适呢 我觉得首先是股票 然后是大宗商品 地产 还有一些 比如说周期属性强的一些资产 然后呢更更进阶的一些投资人啊 大家这个朋友啊可以玩一玩外汇和一些通胀退充的一些产品 那这里边这幅图我觉得我是非常认同也是特别喜欢的一幅图啊 它是在针对不同的一个经济周期下 对一个资产的一个配置类型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适合在这个第一象限啊 投这些比如说地产类刚才说的股票 大宗商品和这种通胀对冲风险的一些产品吧 那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图啊 这个横轴 横轴代表的是越往右经济越增长 越往左经济越衰退 往上呢是通胀 往下呢是通缩 就是价格持续低迷啊 那我们就举几个例子 就没有经济增长 然后加上通货紧缩呢 就是大萧条 就类似于90年代的日本啊 那没有经济增长呢 高通货膨胀 这个就叫hyperinflation 这就是哪呢 比如津巴布韦 然后疫情开始前呢 美国啊是属于这个右下角这一块的啊 经济稳步增长 然后市场呢在等待的这个通胀的回升 疫情呢推动我们到这个左半边 外轴的这个左半边啊 经济暂时的有一个消退 通胀呢还是不明显 但是现在有什么呢 有财政的支出政策刺激 和货币的政策的支持 市场的表现已经位于这个右上的这个区域了 然后并且处于这个恢复繁荣的在这个路上 未来的这个通胀呢 也会持续的升高 那这时候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 适合配置股票 大宗商品 房地产等这种 应对升高通胀预期的这些产品 我们再讲一下这个美国股市啊 美国股市 这有几个热点 给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这个写出来的整体估值偏高 但是呢 它有这个货币宽松政策和经济刺激的这个支持 就是说虽然它估值高 但是它还会更高 后市呢 我觉得板块能轮动更加明显啊 是这个科技股的这些获利呢 可能会转向价值股和受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一些股票 新能源呢和周期性板块也非常的我觉得会不错啊 然后但是我想提一下如果长期投资 我觉得科技还是这个经济发展和提高生产的动力的长期看好 我自己个人是长期配置科技股的 然后消费行业呢 我觉得是经济复苏的主动力 其中包括外出旅游啊 服务类啊 等周期性行业 但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风险在哪呢 就是股市啊 整个有一个风险 大家要看的一个风向标 叫实际利率 叫real yield 就是实际利率上升 它引起国债利率的上升过快 这个呢 对股市啊 对这尤其是科技板块 是非常不太好的一个表象啊 第二个风险呢 就是美联储啊 它提前的缩紧它的货币政策 不买了 然后前面我们也提到了 只要美联储一不买 那怎么样呢 市场肯定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下跌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近期这个散户投资人 越来越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之一啊 原来散户一直被机构投资人碾压着走 自从最近有的什么GME啊 GameStop啊 AMC啊 Nokia 这些呢 这个散户机构啊 对机构投资人对散户啊 也是也了 有了更大的重视 Anyway 综上所述 我们就要紧跟美联储的这个步伐 抓住这个宽松政策和财政刺激的双刺激的机会 这里边就三个大板块再给大家重复列一遍 股票 个人比较喜欢消费啊 运输啊 等周期性比较强的 金融板块也非常的不错 因为利率高的这个金融的盈利啊 会慢慢的升上去 新能源和石油板块也是比较喜欢的 因为一个是产出啊 大家OPEC家的这个限制 也是大家比较跟从的比较严格的 然后呢 一旦经济开放之后 大家都开始坐飞机啊 搞生产啊 飞机的这个用油啊 是在这个石油生产中占很大的一部分比例的 长期呢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配置这个科技 科技类股票的大宗商品 就刚才说了石油相关 一个是OPEC减产 然后疫情之后的这个需求增加 然后一个呢 就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 然后一直在布局的一个铜 一个是它的有这个强周期性啊 一个是它的供求不平衡 中国用铜量是世界产量的50%啊 其中最大的用铜的地方呢 就是基建呀 建楼啊 然后然后其他有一些 比如说电子元件呀 这现在还是一个非常的 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啊 大家看起来 现在铜价已经也慢慢的上来了 我自己呢 比较喜欢一个主流公司的股票吧 FCS Freeport 然后或者呢 大家可以买这个ETF 叫Copex 然后现在农作物呢 其实我也比较喜欢 大豆和玉米啊 这些作为饲料呢 也是有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啊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这个经过前几年猪瘟之后啊 他要他要把这个猪的产量和这个养育再推上去 然后他就很需要有这些饲料 然后大豆玉米呢 又是非常好的一个饲料的一个成体啊 然后玉米因为干旱这个在南美啊 比前一段时间限制它的出口 所以呢 农作物类也是比较看好的 最后呢 我一直是也比较喜欢长期配置地产 因为这个现金流的收入啊 它是以当时物价水平挂钩的 货币的发行量越增加 它越能推动这个地产的价值啊 因为你比如说你20年前你的租金是300块钱 对吧 你有这么一块地 那你看20年后 今天这租金在这块地 现在已经有30004000块钱 这个大概比方啊 那你作为一个这个地产的持有者 那你当然是水里长传告 跟着这个一起走啊 没毛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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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